火车警报声叮叮响响起 三名穿体育服背书包的果中生 忙着把散落在地上的瓶瓶罐罐捡起来 还有一名女子快步冲向平交道 前面拉后面推 大伙帮忙把小推车推离平交道 他们才通过柵欄就放了下来 如果再慢一步恐怕就会发生意外 20号下午一名富人推着满载纸箱与塑胶瓶罐的小推车 准备要去资源回收场卖钱 经过彰化市长顺街平交道时 瓶瓶罐罐掉了一地 还好有人帮忙 带着斗笠的富人平安通过平交道 平平向国中生道谢 不到25秒火车就迅速通过 真的是生死一瞬间 国中生说当时看到就只想要赶快过去帮忙 不然火车快来了很危险 因为掉在铁轨上危险 所以怕火车出来了 所以就赶快过去 这名食荒妇人今年九十五岁 丈夫已经过世 她在彰化租屋与曾孙相依为命 回想当时的突发状况 还好有这些好心人救了一命 这一车的回收物卖了一百多块 只能糊口 热心民众的一个念头与动作 挽救的却是无价的生命 街头最美的风景涌现 也感动不少募集的民众 华氏新闻林建坊 赵英光 谢忠义 展望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